安东尼和休斯顿火箭已经两相情愿,他入主休斯顿似乎已经铁拐钉钉,火箭这边只等老鹰买断安东尼,他们立刻就会接纳。 火箭对阵容中流失了埃里扎和巴默特两位三号位球员,他们需要一位三号位来弥补空缺,上赛季,火箭能够打出联盟第一的战绩,这和埃里扎的功劳有很大关系,他是联盟出色的3D球员,只是火箭给了保罗四年1.6亿的合同,又等着需要卡佩拉,所以他们无法给埃里扎足够大的合同。 安东尼是一个3号位球员,同时他出色的身体条件,在NBA也没少打4号位,只是,安东尼的优势在于他的进攻,火箭需要弥补的3号位空缺,其实是一个3D球员。 火箭牵线张姆斯·恩尼斯,正是因为德安东尼相信,恩尼斯在过去几个赛季一直被低估,他在4年更换了4支球队,无法在同一支球队效力更长时间。 对于一个球员来讲,尹是不利于发挥的,一期到一把赛季,他先后效率于孟菲斯·辉雄和底特律活三,在活三期间场军贡献7.5分2.5篮板,三分命中率是33.3%,防守效率是107。 这比赛数据和阿里扎相比,的确差着一个当次,但是要知道,恩尼斯在球队中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,绝不是阿里扎在火箭队那般重要。 他在比赛中可以证明,他可以从1号位防到3号位,是合格的,恩尼斯是2013年第二轮第20岁位被选中的球员,阿里扎是2004年第二轮第14岁位选中的,他们在职业生涯的开始都不容易。 只是阿里扎获得的机会更好,更趋于稳定。 当年火箭从湖人牵向阿里扎,还曾想作为舰队核心来培养的,可惜阿里扎变成了铁渣。 安东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自己在火箭队绝对不会出任替补角色。 他在15年职业生涯出战的1054场常规灾中全部是首发,他认为自己仍然有实力坐在首发的位置上。 如此一来,对安东尼是在必得的火箭,在新赛季无意会陷入永远的麻烦之中。 他们的首发阵容将是卡佩拉加、安东尼加塔克加、哈登加保罗,替补心上哥登仍然是大腿。 其他球员则是文明斯、周琦、格林、麦卡威、内内、爱德华兹和梅尔顿。 得安东尼上场的是气人轮转,一下子有这么多颗大支人,又没有一个完美替代阿里扎的人,真的是有点鸡肋。 当然,安东尼首发阵问题不大,第一节末段,哈登和保罗可以下场休息,场上完全可以交由安东尼和剩下的一人来跟单球队的进攻。 增加多人轮转,有利于火箭在凡击结束时保持全人健康,也可以磨练更多的阵容,面对抗不同的球队。